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跟大家跟進一下蘋果日報的新的消息 傳出來的消息全部都是壞消息來的 最新的消息就是國安處證實拘捕了一個 55歲的中國籍男子用什麼罪名去抓他呢 自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消息說這個男子是蘋果日報的主筆 筆名是李平 真名叫楊清奇 昨天也有出蘋果日報的評論 社論 說人們冷靜不保 千萬不要臨天罡賴尿 其實 無論是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和國安處的李桂華都說了不排除有更多人會被捕 很明顯的例子就是 他寫的文章出事 所謂出事 究竟跟著下去會是怎樣呢會不會更多人跟蘋果日報寫文章寫評論的會被捕呢 這個沒有人知道 另一個消息就是本來 本來蘋果日報就董事會開完會之後 就決定 印刷版 是 在星期六 出最後一期 最後一版 電子版 電子版 不遲於 二十六號的晚上十一點五十九分 停止 但是呢因為 李平 蘋果日報的這個社論的主筆被捕 董事會 就宣佈 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決定五夜後 即是說今天五夜後 明日 就會停止運作 五夜後就會停止運作 明日出版最後一份實體報紙 網站是五夜後 停止更失 即是說 早了幾天 因為那個形勢太嚴峻 會令到人憂慮 如果繼續下去的話 繼續運作的話 就會有更多人被捕 不過我自己看 你繼續不繼續運作 你寫了一些東西出來 已經 登了 我估計他已經搜集了所有的東西 逐個字逐個字看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就拘捕 陸續會有人被捕 即是說不單止是 五個高層不單止是 蘋果日報的主筆 李平 可能有其他的人都會有事都不定 至於員工的累積的安排 訂戶善後的詳情就會稍後一集團會公佈 蘋果日報就感謝讀者 訂戶廣告客戶 和香港人二十年六年來的口愛的支持 在此別過 珍重 今天 網上版 去到 午夜的23點59分 就停了 實體版 明天是 最後一份報紙 蘋果日報從此就在香港消失 26年 26年是年輕人來的大家知道 那麼早死 不是死於自然 是死於非命 是死於謀殺 清清楚楚 因為 本來就說 寫信給保安局長希望可以解凍 那個戶口可以出糧給員工 現在問題就是有錢都沒有用 因為他陸續拘捕 蘋果日報就是基於這個員工的安全考慮,他不知道範圍有多廣 於是 提早結束 其實蘋果日報的形勢 非常嚴峻 嚴峻到什麼地步呢 這樣 錢的問題當然 其中一個是 根據這個 外媒的報導,路透社引述蘋果的高級職員說公司 不但是沒有辦法資深 連電費都交不到 錢去到這個程度 員工就陸續離開了,財經組就已經是 全部請假的 然後就有其他的組別有人請假,請大假或者辭職特發組 二十人即時 獲批假到星期六 其實沒有 今天 做完今天就拜拜 那 其他的高層陸陸陸續走人 據了解說20名請假的特發組員工包括前線和後近 有網上的靜泰組記者就說早內二十多個記者有一半人請假 到星期五就沒有,沒有星期五 今天也玩完了 也有同事辭職 那麼 蘋果的專題記者就說本身每天都有稿件在這個報紙上登的 但是蘋果停刊日期隨時有變 他們會繼續寫 確保 即使是明天是最後一期出版 都有稿件去印報紙 另外 其他的組別的人都不會辭職 包括什麼呢 譬如說副刊的同事仍然在講稿 但是已經暫停採訪 處理手頭的 這個 稿件就會停 美術組 全部不能走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美術部走就出不了報紙 他要排版的 你知道蘋果日報 出名的就是那個排版是非常飆青的,非常漂亮的 所以美術部的人大多數都會留守到最後一刻 這位在蘋果做了 超過十年的一位員工就說 他說 我在這裡成長的 喜歡這份工這家公司 認為蘋果因為有不同的聲音被打壓 其他報紙就統一了聲音 有姊妹 不被打壓 已經是楊工業 日後是很難 找到工作 也有 匿名的員工就說公司的核心資產被凍結,不辦無法滋身,連電費都交不到 是一個以國際金融中心自豪的地方 當你 政府 還沒落案起訴 的時候就 決定嘗試要將這家公司捏死 實在反常 其實這個世界 今時今日在香港沒什麼說是正常還是反常 老實實 哪有正常反常 是不是 現在那個新常態 所有的東西都是 不可以說邏輯 不可以說 常理 不可以說應該這樣的,不會這樣的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 讓你 沒辦法去接受 好像 砰的聲音 一棍撞到你的頭 那樣 就是這樣 李家超又再說多次了 在這個電台節目那裡 有人就用軟性的 思想滲透的方法 包括用傳媒,包括用藝術 包括用這個戲劇,包括用這個基金 現在就要 仔細研究一下 用基金的形式 包裝 裝成是基金,不是宣揚什麼港獨,違反國刊法 他下一步對付 富之欲出 我說沒有什麼正常,沒有什麼反常 不是等於有些東西,就是等於合理 不是說存在,就是大家就要接受 你認定那些東西是有問題的 你就是 無論怎樣都好,你做不到什麼都好 你告訴自己 那些東西是不能夠接受的 那些東西是不能夠習慣的 譬如蘋果日報這個例子 就是我覺得 令我覺得很慨嘆的,令我覺得很 很憤怒的就是 我不是很明白 我在這裡都舉過不止一次的例子 為什麼,我想問為什麼 蘋果日報 在一個這樣的境況底下 不是沒有錢在銀行 不是沒有盈利,不是經營不善 是被鑑生捏死,好像那個員工說的 是死於非命,死於謀殺 拉完高層 封了他的戶口 不讓他出糧 不讓他繼續運作 這個就是很明顯 徹徹底底地 去打壓這個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我想問 為什麼 香港的同業 香港的主流報紙 沒有一間站出來為蘋果日報 說一句話 不單止 我就看到 報紙的社論,譬如包括《明報》 我在那裡寫專欄 我也不怕批評他 有什麼問題 我寫專欄是我自己個人的東西 批評完沒得寫就沒得寫,沒所謂 包括《明報》的 社論 他寫了一篇很長篇的社論 不是說《蘋果日報》這件事 大概的意思就是 《蘋果日報》陷入了一個政治鬥爭裏面 出現一個定制鬥爭 出來這個後果 一點都不奇怪 我聽完之後我會覺得 這個世界誰沒有政治鬥爭 民主的國家都有政治鬥爭 當政的人 都可以很討厭一些媒體,很討厭一些報紙 很討厭一些記者,或者很多一些評論員 會的 私底下不停用粗口罵他 但是會不會 用盡任何方法 用旁邊左道的方式,要令到 這份報紙,這個媒體,這個記者,這個評論員 消失 在這個地球上 民主國家不會的 是獨裁國家才會 竟然 香港的主流報紙沒有一家,不單止沒有一家出來 去為《蘋果日報》 出一句聲 還在社論那裏 覺得 政治鬥爭嘛,這樣的結局是理想當然的 你想想這個鬥爭 這個所謂的政治鬥爭 在一個什麼狀態下,不是執政黨和反對黨的政治鬥爭 而是 要槍有槍,要炮有炮,要人有人,要有法律有法律的 這個有專政工具的 這個 當權者 去對付 只是有一支筆 一個鍵盤和腦 幾個媒體 然後將他置之死地 你覺得這樣是正常嗎 就是明報的社論,所以有些明報的員工就說 明報的社論是不代表員工的立場,我都完全同意 明報的社論是否代表明報的立場呢,我真的不知道 有時候你會看明報的社論,我就很少很少看的,因為 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到今天 明報或者其他的主流報紙,因為我看了明報幾十年 蘋果都看了幾十年了 即是二十幾年,幾乎 即是沒有什麼中斷,後來在網上看,沒有實體報紙 訂了他的報紙 即是訂了他的網上版 為什麼沒有一份主流報紙,包括明報,這個知識份子的報紙出來 為蘋果說 講句說話呢,沒有 不單止沒有,還有一個社論寫 寫什麼 是等同什麼呢,等同落井下石 是令我感到非常憤怒 即是他們不明白 或者不是不明白 即是他知道純亡齒寒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 純亡齒寒是很簡單的事 很容易理解 我覺得這個不是 他不知道純亡齒寒,他是明哲保身 他覺得 跟他劃清界線就可以保住自己 他覺得 他只要循規道舉 他就會沒事 即是他認為 有露燭的 有些東西不行呢,我們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就可以繼續走下去 想得太簡單了 當這個政府說要 控制媒體,控制教育 控制思想的時候 今天你說 國安法那幾條紅線那幾條天條你不觸犯 明天呢 你不跟我宣傳 你不跟我說好話,你竟然去批評我 當然是一步一步來的 永遠都是一步 走了第一步 他先清除一些最惡劣的 蘋果日報最惡劣了 清除了 下一步是什麼 下一步就要一些 都不是完全和我百分之一百,不像左步那樣 附和我同一陣線 就要看看這些 不要說我不先說 把話說在前頭 如果你繼續去批評施政的話 這些關鍵的問題不能說,不能批評 可能會成為對付的對象 跟你打招呼,要你聽話 喂 虎金中外 獨裁政團都是這樣的 他 將那些最惡劣的全部剿滅了之後,下一步就對付一些 不是跟他走同一陣線的 即是百分之一被 被收編的 的 媒體或者是知識分子 如果你不聽話的話 那下一個就輪到你了 你看到不抽筆 點名 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 心中是抗拒中央 心中是反中央 就是要你 心挖出來給他看 那明報 你覺得這樣就可以自己置身事外了嗎 是吧 你以為自己這樣就可以幸免嗎 我覺得不是 中央會有一天 中央會有一天成為 被對付的對象 我這裏都舉過一些例子的,譬如在美國 大家知道美國的媒體都 競爭非常激烈的 是不是 未去到你死我活 大家爭讀這生都很重要,爭一做一哥生都很重要 尤其是 美國的兩大報紙,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 但是基於在 新聞自由面前 大家 曾幾何時 在 公同手 那裏都是站在同一陣線 去面對那個強權的政府 我現在說 起都可以做 在這個五國大樓文件事件 Pendacon Papers 美國政府就找人 做了一個很詳盡的研究 有關於越戰,為什麼要進入越戰呢 要死那麼多人呢,有什麼問題呢 那麼厚 很厚的 被這個 報紙拿了 刊登出來,首先是紐約時報拿了 就被美國國防部,美國政府去告他 說他違反保密法之類的 禁了他 接著是華盛頓郵報,又拿了 又登出來,又要華盛頓郵報的老闆呢 就是 這個美國政府的高層很熟的關係 於是就 又登出來,又被美國政府說要告他 那麼最後呢 老闆呢 就開綠燈 對於總編輯 登 那個國大樓文件的精詣 的內容 大家看到 其他部分的報紙 都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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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全世界變成一個public knowledge 大家都知道的 公開了 什麼機密 沒有機密 最後的法院 判 報紙是勝訴的 我看電影的幕很緊張 當然我知道 結果是什麼 但是你見到裡面的人 非常緊張去聽 究竟法庭的判決是什麼 你看到 大家的報紙 是站在同一陣線去抗拒那個強權 那個是美國政府 就是一個民選政府 香港 華人社會就是這樣 明節保身是最重要的 以為這樣 災禍就不會發生在自己的頭上 對不起 在今天這個常態下 是遲早的問題 不是會不會的問題 是什麼時候輪到你的問題 不是永遠不會發生的問題 不要只是說報紙 這些工藝行業裡面 老實實 沒有人幸免的 老師也好 記者也好 是不是 無論是小學的中學的大學的 教書的 都分分鐘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事 所以唯一去做的就是 不離開了 離開工作崗位 比如我今天看明報 蔡之強 他在明報寫了 好像九幾年 二十幾年 斷斷斷續續寫 然後就在這個明報的筆鎮裡面寫了很長的時間 有些文章有時候很嚴肅的 有時候可以很輕鬆很感性的 挺好看的 今天 宣佈不寫 很痛心的宣佈要 割筆 一個時代的終結 我不是說蔡子強不寫一個時代的終結 是香港整個媒體 隨著蘋果日報的消失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那麼你都反映得到 很多人都心灰意冷 意慶蘭珊 沒辦法 繼續寫下去 寫評論 是改變不到這個世界 他說 我都覺得是 在強權底下 言論 輿論 值多少錢呢 有什麼價值呢 有時候我會 做這個channel的時候都會 不停地想這個問題 講下去 有沒有用呢 有沒有意思呢 發揮到什麼的作用呢 影片講到這裡了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靜有法的channel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呢 就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之外呢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的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呢 有些片呢 只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 購買到的 購買到的 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家大小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試